跟自行有什麼關係? 我想要問一下老師,平常你簡報的時候,你都用什麼自行? 出黑? 標台? 內建就這幾個? 有沒有用過其他的,比如像華康的,還是像文餅的? 那偶爾你可能會用到,如果你電腦有裝的話,那是沒問題,可是找到人家沒有裝的,是不是就不OK了? 那我就問一下各位囉 好,事實上我們在Power裡面也是一樣,內建就那些,可是你除了新系列的標台以外,老師應該有注意到從Windows的Vista開始,有多一個諮詢,對不對? 叫做什麼? 任何謊? 微軟正黑題 有嗎?偶爾會看到有個叫微軟正黑題 這是Vista以後真的一樣,可是事實上呢,它有偷跑 什麼叫偷跑呢? 事實上Windows 2000的時候,就有一個黑,只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為什麼呢?你看喔 因為從Windows 2000開始就有一個叫做中藝新黑 你們沒有看過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顯示中文名稱,它是顯示新黑 但是一讀就知道是中文 因為那時候兩岸工具不是很好嘛 那國際上會直接採用對岸的啊,這樣怎麼可以呢?對不對?所以它偷偷跑用英文的名字這樣子 那真的有這個字嗎?有,我馬上變給各位看 你看這邊 這裡 英文嘛,對不對?S開頭的 S開頭的 看到了,看到了 那有看到嗎? 新黑語 很清楚明白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呢 我們來看 如果我的這個字 事實上我這邊已經用了新黑的 你看我點到它之後 你會發現我這個並不是什麼? 並不是標台,也不是戲名嘛 對不對? 老實說,標台跟戲名還真的不太適合當標題 稍微比較瘦弱一點 因為你要當標題的要稍微 他醜用了 這樣比較有氣勢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一章 那這邊要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請問老師 如果萬一你發現字型不對的時候 字型不對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比如說我們一般新的簡報出來了 好這樣子 那預測的話 請問是不是都是長得像這樣? 對不對? 那老師如果要點到這邊 這邊做完了 是不是要自己再來這邊改? 那你的簡報有10月 你要改幾次啊? 10次嘛 10次而已嘛 不多嘛 製作的都可活 哈哈哈哈 不過只要改一次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字型也跟母片有關係 所以這個以後我的標題 所以永遠要用什麼? 比較粗的事情 比較不論的事情 請到哪裡改? 母片改 所以我們呢 一樣 所以今天只要講母片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講母片都講不完 等到這邊 你看標題頁 好 我點到這裡 好 點到這邊 我就告訴他 以後呢 這邊我都是用新黑 我看一下 我先用別的 比較奇怪的 老師看得很清楚的 這樣擺好了 對不對? 關閉 所以我點到我的畢業 有沒有這邊就變了? 所以以後我只要是畢業 你看我把它改成畢業 有沒有自動變? 這樣有沒有比較自動化一點? 現在大家都很忙 沒有太多時間 沒有改到自動化的方法 所以 選到的事情像這樣 只是一般來說我會盡量用新黑 為什麼? 因為有些學校或有些地方 變好還是Windows SP 沒有微軟正黑體 這個時候我用新黑 就可以讓我的簡報 不管走到哪裡 雖然不是用標牌跟器皿 可是還有一個黑體可以用 當然它本身沒有像 微軟正黑體那麼漂亮 因為畢竟那比較早的事情 可是至少你簡報裡面 多了一個黑體可以用 不會覺得好像都是不OK 除非你叫蘋果 蘋果當然就沒有這個字型 雖然老師剛剛了解了 字型的部分 當然除了不穩商版 您也可以怎麼樣? 用圖片的 用圖片的 像這樣 我們剛剛有沒有用過PNG 有的 因為你打字 其實你用文字藝術師 他的文字藝術師在哪裡? 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 有看到嗎? 我只是用大家比較熟悉的名稱 他不叫文字藝術師 人家叫美分字型畫廊 我根本跟有點一樣 但是看圖就知道 可是你總是用這個就 沒有那麼多的變化 今天你要比較多的變化 可以 你可以用圖片 你要用圖片 就要用哪一種? PNG 所以我在這邊用一個方式 我們裡面都有張fotocator fotocator fotocator拿起來就可以用了 你不要聽到最新版是6.0 可能要再update一下 不過5.0就夠了 我們在這邊用 你把它打開之後 我們就可以馬上試給各位看 我們看我在右手邊這裡 假設我的標題 我想有這樣有點暈開的 好 那這是我的標題 好 全好你的字型 因為你在這邊用的話 就沒有字型的限制 你喜歡怎麼用? 隨便你 比如我用POP的 好 做好 但是如果你這樣直接出去 很大件 有沒有帶一個背景 有對不對 所以您看一下右手邊 我們用這個fotocator做好的方法 就是因為它本身有塗層的概念 底層那幾乎關起來 有沒有看到背景 這段代表特名的 代表特名的 所以 這個我再拉過來一點點 事實上我本來應該開小一點 那沒關係 我這次都要存檔 存檔的時候請記得 不要存JPG 存什麼? PMG 有沒有一個32元的 你看24個就沒有特名 32才有 好 你找個人 就拜拜了 好 我找到這邊 一樣放在這裡 給他一個名字 好了 現在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拿到哪裡 拿到裡面來 當作我的標題來用 再 沒有看到 有有看到了 果然老師把記錄看來 好 放進來 拿進來 拿進來 對了 我跑到這個PowerPoint裡面去了 難怪 難怪不理我 拿來這邊 丟進來 好進來了 那您可以參考 這個 背景去的 拍照到那 你這樣做好了 你要做什麼變化 隨便你 所以這樣你的變化性 是又更高的 那 這個特別是自由軟體嗎 還是MHG的 所以當作也要愛用一下 好 所以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樣要解決了 把那個字型的問題解決了 當然它有的缺點 所謂的缺點就是什麼 我們在操作裡面它還有一個打到跑的 如果你今天用到某些事情 就是比我們電腦沒有 你可以用所有打包的方式 但是用impose它就沒有這個功能 打impose沒有這個功能 那就沒辦法 所以可能我就只提供這兩種 給各位做參考 等一下我們要看內容編輯的部分 我們要看內容編輯的部分